光复乡公所率领着乡公所同仁 图审会 妇女干部 代表会 以及部落头目 事务组长等 原民产业相关的成员 一行有70多人 特别前往了屏东县 马家乡 进行了参访的活动 除了提升双方公所民政 设政 以及原住民相关业务的品质 也学习到不同原住民相络的 原住民产业经济发展的内容 希望透过交流的活动 增加双方的原住民部落经济产值 屏东马家乡公所同仁 展现南台湾的热情 列队欢迎远道而来的光复乡公所一行人 光复乡参访团 并以阿美族歌舞破冰 想减宽场面热闹 为了提升公所民政 设政 以及原住民族相关业务服务品质成效 同时学习其他原乡 原住民族产业经济发展 光复乡长林清水 率领公所同仁 部落会议 部落头目 事务组长 图审会 以及妇女干部等一行70多人 前往屏东马家乡参访交流 同行还包括县议员赖国祥 蔡依静以及部落会议主席 借着参访来了解 马家乡推广红礼等原住民产业的成功秘诀 在场有我们光复乡的公所的所有团队们 还有现场有非常多位 我们的头目部落领袖 他山之石可供措 尤其光复有许多知名的运动好手 透过人物结合地方产业来推广 渴望达到双倍效果 然后女生专门运活的是我们部落 部女班的干部 而且我们产业界 自由界自己的董事 今天我们的主办单位是我们新品客栈 乡长林清水表示 透过这一次的参访活动 开拓事业也活络两地情谊 彼此相互观摩交流 敬遠分享 并能够应用回馈于乡民 让光复乡的设施设备 福利服务等方面都能更加进步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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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不断